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继续讲六月水的下一段三版 我哭哭一声敬妈妈叫一声敬大娘 一直讲到这个望熊妈妈你行善良这一段 那么在讲课之前呢 我还是要先介绍一下这两个二维码 一个是这个陶先生金奎分享会的二维码 右边这个 那么这是一个带领大家入门的一个课程 讲授的是如何去欣赏戏曲 如何去学习戏曲 这个可能在看完这个课程以后 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戏曲教学 唱腔教学会有个更好深入的理解 那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那么左边这个二维码呢 是我们的一个学习交流群 那么大家看到以后呢 可以扫码入群 这样呢在群里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法和见解 以及一些好的资料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交流 好 那么我们今天来继续讲六月水的第二段 这个三版 散版呢 首先 为什么叫散版 就是因为它的尺寸 它的节奏 并不像我们说上版 比如说二黄漫版 快三演这样的唱腔呢 那么的明确 那么的清晰 它更多的是讲究的一个张弛有度 那么这个张弛有度呢 主要是靠这个演员的内心的调节 情绪的调节 以及演员在演唱的气口 在尺寸 在力度 在节奏上的一个把握 那么呢 这里面呢 更多的要求到演员要跟乐队有良好的配合 那么更关键的呢 对人物要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对这个音乐啊 对这个旋律 乐队的旋律要有一个熟悉 然后呢 同时演员跟乐队要有一个默契 所以说 三版在一定程度上 是比上版的那个旋律呢 要难唱很多的 尤其是遇上这样的一种 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三版 它强调的是一个张弛有度 它跟我们上一节课讲的这个三版 又不一样 那么上一节课 我们讲到的这个三版呢 讲到的是一个层次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 呼听的患豆娥丑所没上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绪 它在跟谁讲话 想起来老婆婆好不凄凉 这又是一个什么情绪 它又是在跟谁对话 是跟自我还是跟观众 只见它发了怒 有话难讲 这是第一人称 还是第三人称 金妈妈呼唤我所谓哪装 这是在剧情里 还是在剧情外 那么怎么样通过四具散板 把观众带入剧情 把人物的形象梳理出来 这是我们讲的上一段三版 那么今天这段三版 我们只要讲一讲 如何做到张弛有度 如何做到一个 在松散的情况下 松散而不让人觉得拖沓 同时松散的情况下 又能做到 很好的把这个演唱的这种 情绪表达出来 同样的 我们这个要领 也是还是这几个要领 要字 琴枪 气口 这三个要领 好 那我们先来讲 就来这个 好 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 这个 咬字 行枪 气口 通过这三方面 来体会一下 这个 二黄三版 今天要讲的 这段二黄三版 首先我们还是把这个字 讲一讲 我哭 红色的字是这个 这个尖字 蓝色的字是上口字 我哭 首先这个我 大家要注意 他念的不是我 是我 这个上额要收紧一下 我 我哦 尾音是哦 我哭 哭 一声 这个深 大家也注意 哭 一一 深 恩 它是一个前笔音 它不是后笔音 这个大家要注意 哭 一 深 恩 收音到恩 人称哲的恩 那么这个恩 我上次 上节课 我讲过 你的舌尖 要顶到你的上牙上 深 恩 要有明显的 这个恩的收音 静 团字 静 静 音 字负里的 一要注意 静 音 也是收到恩 静 妈 哎 这个 妈 这个唇 嘴唇要相互触碰一下 这个字头 才会有力度 妈 静 妈 妈 两个妈 妈和阿 的一个联合 妈阿 你这个阿要出来 才有字符 不能光出一个妈 静 妈 妈 要有这个阿的过程 你的字符才能出来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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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字 静 静 靠 屋 说到屋上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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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一 这个一的发音 大家要注意 一的发音技巧是这样的 你的舌头 要舌尖 放在你的下嘴唇 下额上 也就是说你的下牙下面 同时呢 你的这个两个舌胎 舌胎要贴到你的上额上去 舌边要能够碰到你的牙齿 也就是说你的一 口腔里不能空 这个一 要用舌头把你的口腔填满 这样这个声音才不会空虚 才不会显得不实在 或者有杂音 一 一 而不是一 是一 这个要注意 一 一 一 静 静 静 也是收到N 来的注意 静 大阿 这个阿 这个字符 你看 大阿 这种阿的字符 不能忽略掉 因为像阿这样的字符 他到字尾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收音的 如果我们不能再出一个阿的字符的话 那么这个字就会显得不干净 不清楚 没有力度 也注意这个字符 也注意这个字符的一 阿 我应要说到阿 要说到这个后鼻鼻腔里 鼻腔音里 名 啊 啊 这个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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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尖词 想 啊 像大娘的大 这个豆娃的豆 这种音 要用你的舌尖 打你的上牙 上口 跟我其实是一个念法 上额收紧 收到 也收到 像 舌尖打你的上牙 你看 阿也是的 阿跟阿一样的 要把这个字符 再唱一遍 要唱出来 白也是上口字 有一个字符的 收到后笔音的 这个 我上节课也说过 成牌的 是 很讲究的 它不是很大开口 很大的那个 它是 开口有点收拢的 一个 哦 加油 以一 也是字符的 一要注意 以 哦 收到 呜 出口有一个 一 从一再到 音 这个字 音 收到 银 银 银 前 尖字 前 银 收到 尖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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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口倒是直接说音 不是一 说到n 两个音 字头是 这种出气 先出气的音 大家要注意 先要出气再出声 说到这个n 后笔音 这都跟 之前是一样的 不做仔细再讲解了 来 来 大家注意这个 很容易唱成 偏向于啊的一种发音 开口就大了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个来出口以后 后面其实接的是一个 这个音 这个开口 口腔里边一定注意 是哀 不是哀 来 凤 凤 凤 上口字 手鼻音 凤 凤 注意这个 这个发音 这个发音 上牙 咬下唇 这是它的技巧 凤 上 我们嘴角要注意 要有一个 这个气音出来 那你的嘴角要有一个收拢的过程 上 收鼻音 上 望 也是的 不是 是望 那也是用你的上牙 碰你的下唇 出这个 这个音 望 望 上 аш 收到这个 后鼻音 舀 舀 逎 jaw 妈 妈 两个字 你 你 依 这个你 舌尖要碰你的上牙 出N 字头是N开口 然后说鼻音 N你 你一 然后是字符的一 你一 你 前鼻音 说到N 善 也是的 先出气 善 收到N 善 离音 收到N 也注意这个 里面这个I的字符 离音 离音 阿 记 记音 大 大 娘 娘 好 这是这段的所有的字 那么大家看到 我把这一段呢 分成了两半 两段来唱 来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段 它其实是两个情绪 两个情绪 我们先听一下这个程先生的录音 然后我们来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两段唱 好 我爱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这是这一段的唱 那么我们现在来仔细分析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为什么分成两段 因为第一段这个从我哭 哭一声敬妈妈 一直到这个加油迎前敬花光 这一段是什么 这一段是一种表述 就是说我哭 哭一声敬妈妈叫一声敬大娘 我在跟这个敬妈妈说 我遭了冤枉 我家已经把钱都花光了 这是一种表述 那我们再来看后面这一段 哪有赢钱来奉上 望求妈妈你行善良 敬大娘 这一段是什么 这一段是一段哀求 这是说我家赢钱没有了 所以我现在没有 没有钱能够来孝敬你 孝敬这个敬婆 那么我希望什么呢 斗娥希望什么呢 希望这个敬婆行行善心 开开好心 是一段哀求 那么首先前面是因 后面是果 这是一种因果关系 在演唱的时候 他的情绪上的一个因果关系 那么前面主要的是一种 哭诉 后面是哀求 也就是说前面主要是讲剧情 叙事 后面是这个 这个表达情绪 是一种抒情 这又是两种不一样的处理 我们再看前面 前面这个枪 这两段呢 各自形成了一个高潮 如果我们把这个声枪 画一个曲线的话 那么就是说前面这四句 它是有一个波峰的 那么后面这三句 又是有另外一个波峰 所以说这两段的情绪 要错开来唱 错开来讲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这个叙事 叙事的情绪呢 是接着敬婆说 这个管教你移民染黄沙 这样的一句唱 接下来的 所以是从一个高潮的声枪上 情绪上接的一段 接住的一段散板 黄沙 我哭 哭一声 请妈妈 叫叫一声 请大娘 像得我 照料着 不不地 愿望 加油 迎前进化过 你看这个节奏 它有两个地方的尺寸 是拿捏住的 一个是这个 哭一声 极妈妈 叫 叫一声 请大 这是一声 这是一段 这是一个尺寸的 我们说一个收放 这是一个弹性 后面又是 想得我 照料着 不不地 软望 加油 迎前进化过 这又是一个弹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两段 这四句里的弹性 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在技术上把它做到 首先这里有一个劲 有个小枪 然后这个哭 就要收到干脆 不能拖泥带水 那么后面的尺寸 肯定就 节奏就 就撤下来了 就慢下来了 这个哭 收在这里 要急促 就是给乐队一个交代 后面的尺寸是紧的 是要吹上去的 我哭 哭一声 紧妈妈 你看这里的每一个字 都是坐 我们行话叫坐住 就是要有力度的 不是拖泥带水的 不是 我哭 哭一声 紧妈妈 不是这样的 是 我哭 哭一声 紧妈妈 是有这样的力度 这个力度是怎么体现的 就是靠你的字头跟字尾 字头要清楚 字尾要说的准确 哭一声 紧妈妈 紧妈妈 叫 叫 一声 你看这里又把节奏往后撤 为什么 静大娘要耍枪 要有很多小枪 要表现情绪了 叫 叫 一声 气口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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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 气口 来 一个小枪 气口 气口 收到 有个小镜头 是轻的镜头 尾声的拖枪上 有两个镜头 这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游丝枪 大家要注意 金大娘 这个小镜头 是游丝收进去的 那就是有一种 乌叶的感觉 有一种哭泣 乌叶的感觉 这是一个情绪 好 我再把这两句 再说一下 再唱一遍 我哭唱 哭一声 紧妈妈 叫 叫 一声 金大娘 好 这是头两句 一种哭泣 一种哭诉 一种 一种叙事 一种哀求 好 哀求什么呢 后面两句 想得我 走不了 这 你看这里又要 把尺寸坐住了 想得我 走不了 这 不泊的愿望 加油 迎前进花光 这个节奏是 吹上去又彻啥来 在不泊的愿望 加油 迎前 到这里的时候 这边都是吹上去的 进花光 又是一种感叹 钱都花没了 实在是没有钱了 这么一种感叹 所以又把节奏 撤下来 有一个小腔 想得我 走不了 这 不泊的愿望 走不了 这三个字 一定要唱 坐住了 就是要唱的 坐住它 有力度 你的不白的愿望 才能够 很好的去 把它这个 吹上去 这个节奏 吹上去 想得我 走不了 这 不白的愿望 加油 迎前进花光 好 这是这两句 那么 进花光的 加油迎前 进花光 是一个完整的一句 没有气口 那么进花光 进花光的光 上面的小腔是这样的 首先字头上有个尽头 因为你要强调 这个钱花完了 大家注意这个 啊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是在低音的时候放出来的 不要开口 就是 这样就没有味道了 两个镜头 收到 收音 尾音收音 成派的尾音收音 都是往上提 往里收的 这样的 那么 那么这两句话 就是这么唱 一种感叹 不 后面有一个小气口 想到我 七口 走 了 这 不 不 不 坐住 不 不 地 愿望 加油迎前进花光 这是这两句 那么这四句啊 加起来是一种哭诉 是一种乌业的哭诉 那么主要是说 再向静婆来说 我们的这个豆娥的这么一种状况 家境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四句是这么唱的 我哭 我哭 哭一声 敬妈妈 叫叫一声 敬大鸟 想到我 照料着 不 地 愿望 加油迎前进花光 好 这是这四句 我们再来看后面四句 三句 后面三句 哪有迎前来佛生 哪有迎前来佛生 往前 妈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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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大概是这么一个行枪的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句里面 这三句里面的这个唱枪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多 尤其是行善良这三个字 耍了非常多的小枪 那么枪不是无缘无故的耍的 你走枪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情绪 你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有所表达的 这才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到位的唱枪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句 哪有银钱来奉上 哪有银钱来奉上 我也听到过一个版本 是 那有银钱来奉上 类似这样的一个一种唱枪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 不是非常的妥当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们说前面是叙事 这里是一种哀求 哀求的时候 人是不会把这个声音 喊得非常响亮的 哀求总是小声的哀求 小声的祷告 小声的去这个诉说 所以不会说在这个地方 把声音音量提的很高 或者把枪耍一个高枪 我觉得不太合适 所以我觉得这里走低枪是合适的 哪有银钱 而且音量也不要放得很大 哪有银钱来奉上 大家看 哪有银钱后面是气口 来奉上 三个字又要做住 为什么 因为望求妈妈你 你行善良 这边是要充分的表达你的情感 所以来奉上做住了 就是为了这个望求妈妈你的节奏 这种尺寸 做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哪有银钱来奉上 望求妈妈你 做住 你你你你你你行 好我们先说到这 那么从来奉上 这个做住了以后呢 望求妈妈你 就是有一个加快 节奏有个往上催的过程 到你又把这个旋律做住 给乐队一个交代 后面要耍枪了 那么从第二个你开始 就是乐队就开始跟着演员的气口走了 演员的小枪走了 但是第一个你你一定要做住了 给乐队一个交代 乐队才能杀住 这就是一个演员 你在演唱的时候 你怎么跟乐队的一个配合 哪有银钱来奉上 望求妈妈你 你的字尾和行是连着的 中间没有气口 这表现出一种 含蓄但是又急迫的心情 想说 但是又不能那么说的那么直白 又怕挨骂的这么一种心情 望求望求妈妈你 你你你心 两个镜头 心气口 大家看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腔 是这样的 我们拆开来分析一下 两个镜头之后 一个气口 一个镜头 把那个声腔带到高腔上去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镜头 这里有个小镜头 小镜头后面跟的是一个烙音式的滑腔 这种情绪 你看 通过这么一个镜头带到高腔上 再通过一个滑腔 闹到低腔上 就把这个一呼三叹 这种哀求的感觉 这种 哎呀求求你这种感觉 你看求求你这种 这种话都是 有走高再走低声音 就通过这么一个旋律 把这么一种情绪表现出来了 音音 音音 收到音音 好 这里后面有个气口 音音 这种坠下来的声腔 好像一呼三叹 完了以后 还想还要A球 怎么办呢 又把这个声音通过一个 几个音接 又把声音 声腔拽上去 音音音 这里又有音 音音 善 善 善也是的 善 走高 从高到低 善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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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尾音 跟字尾 跟凉的字头 要连着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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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口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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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又是一个镜头 把声音又拖到 从低音拖到高音上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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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一个 我们再看后面的镜头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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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旋律 其实是很相似的 那么就是 通过两个 很相似的旋律 但是在尺寸的长短 在镜头的强弱上 处理它 来表现出 这种情绪的一种 转变 和一种一咏三叹 哀求再哀求的这么一种情绪 善良 这是一个急促的 好换气 游丝枪 这是一种无奈的一种 这种苦苦哀求的这么一种感觉 重复之前的一种旋律 但是把情绪和镜头都换了 前面的镜头是有点有力度的 有急促的 后面的镜头是游丝般的 拉扯般的这么一种镜头 好再尝一下 善良 三个镜头 换气 再把这一句的情绪完全放出去 那么到这里 又是一涌三叹走到了第一枪 紧接着后面这个阿靖大娘 是一个高枪 好 在讲这个最后一句 这一句的时候 我们再把前面两句 完整的来唱一下 对不起 我重来一遍 哪有阴前来风上 望求妈妈你 你 你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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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t 好 换一口大气 紧接着我们唱后面的这一句 这一句就是对整个这一段散板的 一个哀求的一个收尾 它是一种哭诉了已经 这里有个镜头 有个镜头 收音 做住 给乐队一个交代 要集收 换气 气口 这里是游丝 换气 继续游丝 唱须字 啊 啊 金打 喵 气口 一个小镜头 通过两个大镜头 把这个情绪 抛出去 啊 彻头彻尾的一种哀告 好 这是这一段的一个唱腔 嗯 那么综合来说呢 主要体现的就是一个 首先是表序啊 表序自己家的穷啊 和这种冤 完了以后哀道啊 哀哀求 哀求 这个望金王马行善良 而且是百般无奈之后的一种哀求啊 那么就是在通过我们的这些小枪啊 这些镜头 这些收放有松弛有度 收放自如 以及这啊 就是演员自己对节奏的一个把握来体现出来的 三版本身没有很多固定的东西啊 那么更多的是演员那种发挥 但是我们主要讲三版的唱 就是一个路子为主来体会 如何去合理的发挥啊 如何去把它发挥的好 而不是为了耍枪而耍枪啊 那么最后我把这两段啊 再唱一下 我哭 哭一声 进妈妈叫 叫一声 进大娘 这里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家有银钱进花光是一种唱法 家业一旦进花光也是一种唱法 家业家有鱼钱进花光也是一种唱法 那程先生银钱鱼钱他都唱过 那么我们这里教的是银钱啊 是按这个版本唱 大家也可以去揣摩一下鱼钱的唱法 以及这个家业一旦进花光的唱法 那么不同的字 我之前说过 他的字音不一样 那么造成了他的这个字的这个心腔 他一定也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的 这个大家可以去别的录音上再传播传播 我哭哭一声 进妈妈叫 叫一声 进大娘 啊 想到我照料着 不复的愿望 家有银钱进花光 哪有银钱 来风声 往前 妈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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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 这是这两段的唱 那么最后我们再承接下一节课 下一节课我们要开始讲经典的这个二皇漫版未开言了 那么在之前呢 先简单的把这句叫板给大家说一下 上口字 注意这个 这个丙中间的这个一啊 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在叫板的时候脱腔啊 是一定会要用到这个字符的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首先妈妈两个字走低强啊 为什么 因为妈妈 他的一种情绪是 他不得不说 但他又不想说 说出来很伤心 情绪是低走的 这就不能像索琳琅里边的那句富人容饼一样 他为了急于表达自己啊 情绪往高走 富人容 啊 这你看同样是叫板 这就是不一样 情绪上的不一样 妈妈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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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呢 又很痛苦 又那个情绪又承受不住 又把声音收回来 最后是无奈无奈 伤心伤心再伤心 最后有一个小镜头 鱼 鱼 鱼 这个地方 不建议啊 像普通的叫板那样 鱼 这样放出去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句的情绪呢 他就不连贯了 那么我推荐大家去听一听 新彦秋老师在这里唱的这念的这一句 我觉得非常传神啊 妈妈 妈 鱼 鱼 鱼 这样的一个一呼三叹 放收 放收 然后一个小镜头 收着声音 把这个尾音放出去 就是这句叫板 然后再接上二黄漫版的旋律 那么从三叹的一个稳定的出场的形象 到一个启程转合幅度很大的一个情绪变化的三叹 再到这句叫板 完了以后就开始 我们说 规规矩矩 重规重矩的 一呼三叹的去唱我们这个二黄漫版了 那么这就是 在二黄漫版之前 这个句的一个启程转合 那么二黄漫版里面又有很多的启程转合 我们后面再慢慢的说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的内容 那么谢谢大家 希望对大家学习成派 理解六月雪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好的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